下一集 你不要太短了 不然我以你 名头 名头都要给你 可以改了 我都不要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练习是比较有很多练习 不可以增加购买的 只要3-4个人准备了 可能比较多多个练习的练习 然后这些练习的练习 不会帮助别人那麽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接近 对 但是这些练习的练习的练习 对 这些练习的练习 我说这些练习的练习 你练习的练习的练习的练习 我们的练习的练习 我们的练习的练习 依旧在执着于这场比赛的赛制 那这边传奇扑克他们会听这些玩家们的反应 然后呢会就是 就是好好地把每场比赛就是的这些规则 买入的时间都会改得比较适合这些玩家的要求 那下次他们说在黑山战准备是连续长排 然后呢接下来是连续短排 而不是短排长排 这种比赛的系列在混合在一个两周的时间里 那他们应该有可能是选择一周都打长排 然后一周都是短排的竞票赛 我们要拿这一周都打算 这一周都打算是很贵的 三周都打算是很贵的 让我最好玩五周都打算是很贵的 划算,他说至少让他打上五手牌 我可以看到的确是他在之前的比赛中是每一百万港币就平均只打了两三手牌 这里看见他又再次 非常厚厚呢,这个转牌给他带来了梅花的奥茨 梅花和Jack 那这里很开心的,他们分钱了 Ace Chop, King Chop, Queen Chop Queen Chop What's a good one? Kick of Cup 我们看到的梅基达终于在这一次的一百万港币买入中了 成功地玩到了三手牌 If it's a greener, we will flush 好客赛的代价是比较昂贵 So now I'm just posting the money I won last hand even in the back I didn't deserve it I deserved my was my brave call 这边出跳了,他说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call 因为后面有两个神仲网 然后他还选择用圈钩的牌去call了梅基达的all-in 因为一旦遭到后支位的挤压,他的圈钩就非常的难受 谭轩在cutoff位拿到圈九的牌 不习惯的谭轩就是他后手牵住很少 一般玩常规作的玩家在这边不习惯的是,这锦标赛只有这么一条命 他如果这里要跟对方打翻牌后 的话,有很多的时间就要选择退all-in 那这里确实看见他推了378000的all-in 有一首圈九同色在CO位 378000的 6人 妈的吓我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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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一架酒给Timmy飞开了 OG 哎呀 我是说他没东西,他怎么又问我多少车吗 我怎么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有个表情 我是感觉他没有车 那这谭轩看出对方的马脚 但是谭轩表示在对方询问自己后手的情况下他还是非常的紧张 可以看到在场上博弈除了输血之外 还是要对对手的一些肢体语言和言语有一定的解读 有一定的解读 那这里枪口位 我已经要拿到了K gold牌 在这边 他跟着 这边手持20个前驻的Makita 在这边手持20个前驻的Makita 那这里Cutoff位拿到了A9杂花的牌 那面对一个跟住 他会有考虑 选择打O-in 那这边他选择的是跟住 然后呢 这边庄家位 我们看见是Tutella拿到了K圈的牌 A9 我看他的眼神估计他是要做一个8万左右的squeeze 可能要超过8万 他好像前面一个跟住 他选择加到8万5 那这里他选择了过牌 思考了很久 给足了对手压力 这边发出来AK8的面 这里Bad Zikowski中了顶队 那这里强可位的Y King Young 手持中队 下足3万6千的几分牌 下了一个超过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支撑 那这里在这个后手情况下 看到了顶队A 我们的FH2013是很难 弃牌了 这里如果进行跟住 他也是已经是非常延迟 那这里的Tutella 根据FH2013的跟住动作 应该也知道他至少是击中了一张A 否则的话他是很难以坚持 以只是中一个K或者一个8的牌力 去跟住前周围的下注 那么他这里选择做一个家注 那么他这里选择做一个家注 这个家注到4万5千的2付5千的几分牌 我们很少看见 在一个玩家下注 一个玩家跟注的情况下 有像Tritter 这样做一个 加注到12万5000的 那成功的把 我们的YK 打走之后 看一看我们的Migita 会不会选择跟对手打光 它目前是拥有超过 70%的盈率 但是我们的Tritter 在这个阶段 去选择对一个比较 年迟的玩家家注 12万5000 已经是代表了很强的牌力 还在数学上还是选择了跟注 做了一个Hero Call 那这里只有三张圈和两张K 这样子为它带来了 更多的四张 Go 依然是一个接近七三开 看一看我们的FASH2013 能不能再多玩一手牌 可以 咱们看见这里 Badisikowski总算超越了七筹码 现在在实施有61万的积分牌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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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积分牌 排行表 现在YKing用是150个前注 跟Paul Foy 这桌的两位积分牌领先者 然后呢这里有看见谭轩 10手持37个前注 也是这桌最短的积分牌玩家 那现在我们前注是1万2 然后庄稼位是2万4 这个是传奇扑克为大家带来的 2019年的超级豪格赛系列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系列中最后的一个比赛 100万港币 满路的短牌 本场比赛是在韩国激州岛的激州神话世界独家村 蓝顶娱乐场展开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今年的5月初 我们也会在黑山共和国展开第二场 长期扑克的比赛 同样也是超高额买入的豪格赛 这也是会有大量的短牌长牌的一些比赛 这里看见谭轩在枪口加1的位置拿了一对9 跟住了2万4 然后这里取下了 拿了一对7 也选择了跟住 然后我们在Action 到了庄家位的Wa King Young 他在这里手指的是一对A 可以看到我们的Wa King Young在比赛的进行过程中 一直是打得非常稳健 选择在这里利用一个庄位的位置 选择加住10万 那么其他玩家也会对他有所排力上的误读 因为在庄位的位置 往往可以加住很多很多的排力范围 而他恰恰是拿到了这些排力范围中最顶端的一手牌 看看我们的谭轩 面对一个10万的加住会怎么做 温柔转转到2万的河区 温柔转到2万的淘汰 靠暗转到2万的路面 就是 给到了一个7万6对27万的一个比例 但是仍然还选择放弃 非常的冷静 好 又是一手顶下 这里我们的Tutilla在进去之后 没有买到他的set 我还好没有买到 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损失惨重 我知道在他的一对7在这个牌面 会不会选择硬投 底持是248000 他的后手还有861000 直接选择放弃 直接选择放弃 这可以跟啊 40万可以跟啊 半个月是10万 啊 半个月是10万 我跟了 你跟了 我跟了两万四 我还给 不搁啦 你都没钱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坦轩由于后手比较短 还经过一番计算之后成功的缝掉了他的一对9 现在周子上气氛开始慢慢变得沉静 让我们回想起昨天娱乐时间的吴大哥上桌的那些情况 非常的有意思 又是一个下注 该排到搭的情况下选择加注到10万 那么后支位只剩下一个玩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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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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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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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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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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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K勾是很难继续跟住了 但是由于他的后手比较深 他选择还是跟住 那Rivers并没有买到10 继续选择锅牌 在合牌捕出了一张方片铜花的情况下 后发现在判断对手会不会有后门花 在合牌check race的一个牌力 那这里他依然会选择下一个中注 应该是一个 50万 他选择比较聪明的做法 没有去选择稳妥的check过牌 去用他的强秀摊牌价值的牌去摊牌 而选择做一个中注的bet 因为这样子面对这样子一个bet 如果对手想要偷 你就必须拿命去偷 并且在打出50万之后 他的后手只剩下63万8千 那么在对手的眼里 你这里是一个深深套匙的阶段 是很难用比他弱的牌去做一个偷击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YK一样是陷入了沉思 那就说明 霍发现在已经知道 他的手里的勾式铜色是已经大了 在这个牌面上 只有铜花能够赢他 看到我们的YK一样是只有一对K 他的牌是只能是用来抓鸡了 已经不改了 他在思考对手的两次强助 所代表的范围 这里波夫阿还在想 Viking考虑那么久 是不是手上是有三条的牌 这里Viking他想的是 波夫阿手上 是不是有听牌破产的这些组合 或者手上只有一个圈 但是在这个翻牌 如果是纯听牌的话 一旦在翻牌有击中的话 应该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纯听牌的话 那么也是有可能击中了 跟他一样的K 对 K勾K10 我们很少看见波夫阿 就是有投机的走不起动 所以Viking 应该对这个 有所警惕 对 有所警惕 弃牌了 那这边 波夫阿马上就告诉Viking 他是狗狮的牌 在这里已经是顺 他说他非常想做一个英雄的call 但是呢 这里我们看见波夫阿的牌力确实非常强 对 还好他没有选择做这个super hero call 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super fish call 忍住了内心的冲动 那现在经过这首牌 我们看见波夫阿是这一桌积分牌领先者 然后呢这里到Makita Badisikowski 他在窗 枪口位拿到了狗狮的牌 那他这里选择跟住 Hijackway Wan Kim Yong 拿到了一对九 那么中卫的弹圈 筹码量不多 那这手牌是很难去做一个squeeze 那选择在这里选择过牌 然后这个翻牌是A19的面 在这里Badisikowski他是中了中队 然后呢Wan Kim Yong在这里是拿了三条九 可以看到我们的皮吉他 在这里下注了三万五千 一个标准的柱马 这个三万五千的下注是可以混合大量的复杂的范围 在A高带连章的面上是很难被读取他的范围 因为几乎是任意和这个牌面有关联的牌 都可以做这样子一个下注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F2030集中了两队 不知道这张Go其实是在加强了他的牌力同时增加了他支付能力 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 一个5万5的价值下注 那么我们的F2013在这里击中了中两队的情况下 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板架 这里对他来说基本上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个锅牌跟住 他在看自己的筹码 他选择够牌跟住 那合牌来到一张K 是一张惊悚张 因为对于两位玩家来说手上都没有圈 那么对手的范围里面 是不是有一定的圈的组合 选择过牌 合牌的这张K 也让我们的Mikita少损失了一些积分牌 那这里积分牌排行表破发 现在是由185个前注领先 然后呢第二名是Viking Young 131个前注 谭轩还说这一座最短马的玩家 32个前注 目前的盲主级别是12000的前注 24000的底注 本场比赛为大家带来的是传奇扑克2019年季州战超高额买入豪克赛 系列赛最后一场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本次传奇扑克在季州岛季州战的赛事 就会完全落下帷幕 而在之后 5月初 传奇扑克将会在黑山共和国 展开2019年的第二场超豪买入赛 这边枪可位 其扑克拿到了AK的牌 加注到72000的几分牌 然后呢我们看见这里Viking Young拿到了一对圈 对一个72000的加注 可能会做一个20到30万的一个反加 这个比赛要搞到去 然后亏很多钱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谨慎的YK要选择慢打他手里的圈圈 面对一个枪可位的加注 他选择漂亮的慢打一手圈圈 没有跟对手做很大的波动 30波 可以说对枪可位的范围解读是非常好 他知道他的圈圈对上枪可位的范围并不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一手跟注基本上已经让他把对手的范围架得比较死了 因为可以看到如果他并不觉得对手范围里面有AK 石钩 AAKK这几手牌的话 那么他圈圈一定会在这里做一个价值的增注 他选择跟注就已经对我们GTLA的范围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防备 那在这个面上我们看见GTLA并没有击中 YKYON 暂时还是领先一对圈 哦 这边PORFUA呢 他是可以买卡顺 然后带顶队的勾 所以他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盈利是42% 超越了AK跟GTLA 石钩是非常强大的 在这个面上居然能顶着AK和圈圈 甚至一加超队的情况下 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可观的领先 这里的PORFUA以这么好的一个排行 应该会选择做一个下注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排力 一方面也是为了价值 在25万底之中打12万5000 一个半吃下注 那这里的YKYON的圈圈 在进入单挑抵制之后 是取得了一些些微的优势 这里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选择一个跟注 一张9 一张红桃球 再次为PORFUA拿到了一个圣子 可以看到这手牌两位玩家都没有红桃 那这手牌 我们的PORFUA 在面对对手的过牌之后 应该还是可以去做一个价值下注 可以看到他现在正在思考对手的范围 如果觉得对手的范围比较弱的话 他可能会下一个15万左右的小注 他选择稳妥的选择过牌 可能他是这里觉得对手 如果他下注的话 对手是很难有比他弱的牌去支付他的下注 累啊 累啊 发两个局啊 我没打了四人 当花到了吧 打了五人就打了 有花有脊椎 那怎么够啊 如果我离开 我把皮疙瘩了 错了 错了 如果我离开 没有留意 有勾投机啊 勾也会投机啊 那这里 勾可以投机啊 YK了解Timafei的手牌之后 他说他做了个错误 因为如果是翻牌前选择跟Timafei打欧赢的话 是可以淘汰Timafei而不会损失筹码的 这里YK拿了A圈的牌 在枪口位跟住两万四的几分牌 打的时候打回来走 打下去就不赶紧走 我每次都用脚 然后这里Pofor拿了A10 选择跟住 谭轩是一球76 直接棋牌 这个16也是比较的差 带他出去玩 那这里Timafei过拍 现在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在这里我们看见是K 勾九的面 K勾九的面为两名玩家带到了卡顺的听牌 为我们的 Timafei拿到了一个敌对 这里虽然领先的敌对 但是他在并不清楚对手范围的情况下是直接盖牌 因为他的97杂色是在这个面毫无发展面 那么A圈可以在这里call 是因为A圈的发展面还是发展性比较强 那在这边 Vaikin再次选择过牌给Pofor 那这里Pofor选择下周13万的几分牌 顺利拿下的几分牌 打错了 打23万打到13万 K勾十三万 K勾十三万 S10 S10 多了 I can bet bet 100k less bet 230k 你看到我们的谭轩在想要换虫码 但是我们的谭轩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像是一个在问同桌借橡皮的小男生 非常的呆萌 可爱 谭轩 年纪应该比你大吧 当然 他还小男生吗 我看起来像 刚刚他那个表情看起来很可爱 这里枪口位Pofor拿到了一对K 他跟我年纪应该是差得蛮难多的吧 他应该三十几我猜 这边Cutella Cutella 跟住两万次 然后呢 这里 Wa Kim Jong 拳十 童话 选择了果牌 这里我们的果怕虽然手持一对K 但是没有拿到 没有埋伏到任何人 哦 这里 对于Cutella来说 这手牌的翻牌非常的好 他可以完全的去买他的各种买牌 一个顺花双抽的面 我们的Wa Kim Jong 是下注了六万 这里遭到了一家的跟注 这里 我们的Tutella是 面对两家玩家的一个下注 他可以选择是 去跟注买牌 同时也掩藏自己牌里 但是如果在他这里选择做一个Frop的格力Race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K可以选择过牌 那这边Wa Kim Jong 现在是顺 在单张成顺的牌面 他继续选择下注十六万 那么KK是一个轻松的机牌 这里重队卖铜花 这里应该是一个继续跟注 那这里合牌 Kin Murphy是非常想看见一张方片的 果然 这里确实被他买到了 如果牌面那张红桃钩也是方片钩的话 它是已经达到同花顺 目前 他没有位置的优势 那可能在这里还是会选择一个零打 因为合牌的这双石是改变了很多的牌型 这里如果他过牌的话 对手Wa Kim Jong是否会继续下注呢 这是一个公面嗨的牌 YK在这里是已经 啊 他选择跟注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埋伏 在弓面出现弓面肾的情况下 埋伏到了Wa Kim Jong的偷鸡 看到他合牌的过牌是非常的精妙 可以说他对Wa Kim Jong应该有非常非常深的解读 他知道在这里他过牌之后 对手大概率会选择做一个下注 他只打十万多一顶 十万嘛 差不多十万 十六 十六 那这里Timothy他做了一个积分牌翻倍 如果这个牌在我手上呢 你也输不了钱 大了 不会跑 可以看 排领先者,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刚才赢下底吃的Timofei,Kuznetsov,然后呢接下来是Wayking,现在底调到了38个前逐,Makita和谭轩,谭轩这里暂时是23个前逐,前逐为1万5,3万。 阿本谭轩拿到了一手狗狮同色,完完全全在这个马量可以选择Olin打光的一手牌,看一看我们后这位玩家有没有一手能够接住他Olin的底牌,可以看到是没有。 我现在能够接下来的车。 哦,15了。 我能够接下来的RK10。 Race,Wayking。 我刚才能够接下来。 我刚才能够接下来。 好,Flustro。 你怎么做呢? OK啦,Yours啦。 哎呀,这个稳定。 哎呀,来来来。 打巴子。 Flustro,我能够接下来的RKX。 Sawa,Sawa,Sawa. 好,这里谭轩是收底,为他加了七万五的积分牌。 可以看到他现在的马量选择Olin之后,抢王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因为一旦对手不抵抗,他每次都能为自己增加非常可观比例的筹码。 但是,没有三条嘛,只怕花。 他肯定不想O了。 15. 15. Good. OK。 那这边,Wakim要在Hijackway,选择直接55万9千的积分牌Olin。 50啊? 60啊? 60。 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是颇发拿到了一手边缘跟住的牌力 面对一个55万9千的颇领 他这里会拿什么想的 A圈或者勾勾吗 你在这里会用A勾来想吗 我觉得A勾勾应该已经扣了 A勾可以考虑 因为我们看见有很多玩家勾时的这种牌都推的话 那A勾对上这些手牌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40个盲住 应该是A勾 应该是A勾 因为他是A圈或者勾勾的话 应该是在思考一下之后就选择跟住 因为YKing他也是在比较后面的位置 对 那选择这里7牌又有思考的牌力 那应该是A勾这手牌了 也应该只有A勾这手牌了 A勾太便宜了 16万 你讲4路是吧 16万那么便宜里面那么多钱 那这里枪口位 为什么5路 我还给他打 看见金马菲这里是拿到了K圈的牌 他欧运都没了 你欧他 他想打到他分钱 没有很多K的 他在这边选择直接加注到85000的几分牌 他的打法和别的玩家我们看得出不同的地方是 他在前面位置 喜欢加注 选择一些一般玩家们都是跟注的牌 他会选择去加注 在翻前打得比较激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米吉拉在这里 后手不伸的情况下 全都考虑他的十八杂色 他这个是个死啊 狼片死啊 狼片死啊 狼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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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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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车 什么 materだ 那 Gesicht 选择跟注 那他这里应该是要用位置游 Roc去缠打一个非常危险的底池 那这个面是直接给他非常定心的一个翻牌 那应该是一个秒扣 那现在这边我们看是Badisikowski 对他现在是领先玩家 然后Timothy希望看到是K圈勾 当然这里出现一张勾是最最好的 出了勾之后对手基本上是没有的反超了面了 那这里马上Chutela拿到了一个圈 然后呢现在落后的玩家是Badisikowski 他在这边需要看到680 这边GG 这里Badisikowski再次被淘汰这个比赛 那不知道还会感觉他会再次选择买路吗 他起先之后喝了一口果汁 他打不打就打了 他打了打了扣了 你扣了 你扣了 你扣可以扎花你扣不了 扣不了 怕你们两个退下来没得去 你看这个牌哪里能扣 他是一扣五很难走的一扣 的确正如谭选所说的 这样子的牌一旦选择了在番后进行铲打 这个SPR的范围是很难走的 要不然就是击中跟对手打光 要不然就是要选择一次亡命的炸火 否则的话代价是有点大 哎呀 Friend 我们的转播并没有切到另外一张桌子 我们也不知道在另外一张桌子目前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有两百万筹码的六七六八六七 出天了 选择做一个跟注 好 这边 中央家卫我们看接YK 拿到了一对K 在计算要分多少人次 那应该是会做一个十多万的一个家主 9万一个很小的家主 但对手依然是没有牌领 去支付他的家主 去支付他的这个家主 去支付他的这个家主 我今天把牌牌打出来八十十圈 Ks三副牌 两队也有可能浪 Ks比较小了 我两个Ks 一小时 转牌一转头 不要弄搞了 非量 万一Ks 没有Ks都肯定丢了 应该搖出来嘛 搖出来 搖出来 他就不敢了 搖出来 搖出来 别不住了 探圈这里是 选择用他的Ks同色 进行一高领 又撞到了一手绝对压制他的牌 差不多 OK one ace 哎 稍微 她们还是 好好好 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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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不是跑马 妈的 等这么久等う不好 好悲哟 他真是 disabled 谭轩也是非常的郁闷 他可以看到 郁闷中带着一点笑容 神神了 你遇到了对手绝对压制自己的底牌 依然是寄希望于反超的 这个翻牌对他来说不容乐观 红刀7 红刀7 红刀6 红刀741张 红刀9 红刀9 红刀7 8张 8张 为他带来了双头买顺 8张 这边我们看见谭轩又再次被淘汰 发现谭轩是非常喜欢穿范思绝的衣服 看到过好多次 好像每一次上镜都是 身上至少有一样配饰 他提出他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牌子 忠实粉丝 他在后面的位吗 C.O. 你在前位第2个啊 7个人啊 大哥 他C.O.跟T.Mo T.Mo 在后面的位置 我们要移动 好 目前我们比赛应该是进行到合作阶段 那这里我们是一共经过37手买路 现在赛场还剩8位玩家 那这里我们休息20分钟 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店主的外公的的房间 店主阭 店主 needs摆到 店主人 ningúnowa 店主席 店主while 店主花 店主 店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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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手上是30万的积分牌 也是刚买录的